他会穿你的鞋 然后躺在你旁边 你摆不及他也可以穿 你一前以后他就不知道要叫怎么放那个脚进去 你以为他是跳的啊 他只会这样跳进去啊 说你也可以打麻将来 又不是我会打麻将 我都已经躺在你面了 诶我跟你打麻将 不可能的吗 谁会来帮我送中 送你最后一层啦 你的灵魂在那边 你有来 有来 没有来我送你了 谁不来了我会脱梦给他 ok 要看到我在里面震动 他会震动 可是最近身体有哪里不舒服 有一点有一点 不过没事没事 到底有哪些东西跟一些星座的一些想法有关的 或者是他们的作业方式 他们的迷信相信的东西 哦迷信相信的东西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关系 对 哪一个星座或者谁会比较班当 班当啊 会有那个嫌疑 我觉得大家都有嫌疑耶 都有potential 你觉得你自己班当的吗 会非常 这班当有很多种 出国要进门之前一定要敲三下 很多人都会扣扣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然后睡觉之前 在酒店啊 那个鞋子不可以这样放的 直直的 一定要 对 你们懂这些吗 我在酒店是 回去之间 累了睡觉脱鞋 没有你鞋子如果摆得很齐怎么样 你先不要讲 Aidan 有没有听过我这个说的 他讲不可以吗 知道还是不知道 就是不是你摆了有人会走进去 差不多那个意思那个概念 他会穿你的鞋 鞋 然后躺在你旁边 没有 你摆不去他也可以穿 你一前以后他就不知道要叫怎么放那个脚进去 你以为他是跳的啊 他只会像跳进去啊 我只知道哦 其实是人家说床不能就是脚就是朝门口 睡觉不可以静止在前面 如果你的你房间的那个窗口 如果外面的路是这样冲进来的 你的床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这样 因为是路窗冲 我看这一集你做好了 你应该可以讲完整集了 我什么都不懂了 我只懂过马路要看左看右才可以 我只懂这样 你问年纪比较小 白羊做 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搬当的吗 他们讲的这些我都听过啦 我都听过 然后过后就是 考试之前啊 考试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穿红色的那些 没有没有 我觉得那个考试之前 不可以吃鸡蛋 我觉得是很像normal 因为我喜欢吃鸡蛋 然后过后 我去杂菜班 Uncle跟他讲三粒鸡蛋一个饭 所以我觉得 没有吃鸡蛋 有没有吃鸡蛋都是 不是搬当这样的东西啊 是normal normal Jeremy你懂发生什么事吗 我懂 没有因为Jeremy是真的比较干当的 干当的人是比较不会搬当吗 我不会搬当 不会啊 一点都不会 我只是不要睡之后 那个门在前面 然后七月 农历鬼月呢 你会早一点回家吗 你敢去游泳吗 你敢去游泳吗 衣服不可以晾过夜 为什么 跟他的那个鞋子的铁鱼一样 人家会穿 对 人家会穿 对不能晾在外面过夜 OK sorry了 OK 在看的人 don't be offended 真的 你需要追踪这么多的路 不会很累吗 没有说 可 也不会说 哦这样 你会提醒自己 看到的话 OK 我怎么觉得 我要一直在看Adan翻白眼这样 他完全不是 你是不是比较西话的吗 是他应该比较西话吧 你要国外念过书嘛 其实我 我 你叫我信的话 我不会说 信与不信 但是我宁可 宁可信 但不会说 自己会太多约束 嗯 对吧 我觉得你要 相信这些东西存在的是一个好事 因为不然就 这世界就变得很 无趣 是 对吧 但是我也不会说 太过于约束自己 或者是 呃 好像在农历七月 特别特别做什么东西 OK 一直在点头哦 你旁边的那一位 所以你也是赞成的吗 对 他讲的话都是我要讲的 不是给他讲的 所以 也谢谢 所以你也是 你也是不会太搬当的 不会不会 就 他讲了很没有 没有 你去 你要去休息的时候 这么麻烦 要怎么 脱鞋这样 然后我的金子要 shift一边 shift那边 你家有金啊 你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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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去酒店 他给你四号 十四 四十四号的房间 四十四号房间在四楼 这算搬当 我OK啊 其实四号是我 是我最喜欢的 你很幸运啊 不幸运啊 我只喜欢数字 OK 那算是吗 还OK的 没有啦 如果你搬当 有些人如果四四四 他可以想到四加四加四 或者四跟四就等于八嘛 就是what啊 也可能也是好的东西 看你怎样想 就是自我催眠啊 对对 我觉得是心里的想法 就是正能量 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 你一动到这些 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我今天一参与这样的话题 或者什么的话 改天有什么东西 比较不顺啊 不开心啊什么 他就会归咎 在一定是那天 会吗 你会这样吗 他会 一定会 一定会 没有我觉得 讲OK 我觉得讲OK吧 不会 我有时候会 发生一些事 我会回想 那天 我是做了这个东西 我其实曾经发生的是 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拍戏 如果演死人啊 家里死啊 躺光彩 他们都会一次一次 给一个小红包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我收了我忘了 我放在包包里面 可是那个信息 真的真的 for some reason 很不顺 真的很不顺 然后 最后 我在收拾包包的时候 看到那个 我就特地走去咖啡店 买两包一包地书 然后 是一定要花掉的吗 我不懂 这个我不知道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真的 人家有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 就是他会给红包 OK 然后我不知道要花掉 谁知道要花掉的 我不知道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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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我 第一次演被车撞的时候 他们给我红包 我讲 不需要 你看也是活得好好的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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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光活不活 因为过后 我那天晚上中马票 等你没有请客 中一点点而已 OK 所以你看有些东西是 信则有 要不然就是信而让自己安心 做不做到哪个程度 是看个人嘛 对不对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要谈的就是 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 要深入探讨 是 所以我怕等下大家又讲说 等一下 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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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己以后的生活是要怎么办的吗 有没有人想过 什么东西是你很在意的 看他们在意什么 气氛 我已经 我已经 对 我真的跟身边的人说过了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走了 try your best book a club 难道去 and just have a party 反正都走了 没有 跟 跟我的很像 跟我的很像 旁边要女生是吗 不是不是 没有 如果我帮我身边的人举办后事的话 我会弄得很很就是很traditional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方式 可是如果我自己的 我不希望大家就是那种 哇很伤心的什么 对对对对对 我不希望我的照片只是这样 我希望是我全身 全裸的那种 真的真的 全裸 好像好像刚才佩芬说呢 你需要就是做看板吗 每一个这样 从另外一个这样 一整排这样把你请进去 我希望是一个越 好 好玩越好了 对 我觉得会先想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要突破传统的 是 是吗 是要想要突破传统的 你要看你是要 celebrate your life 还是你要做一个 farewell 所以要看你是以哪一个方式去想 应该比较年轻一代的人 都想 celebrate the life that you have 对 所以你要怎样 celebrate 基本上我的想法是 其实不用这样多天 因为他们也是有讲什么 一天三天五天这样嘛 三五七 一天哦 应该是 这样活化 阿Base finish 搞定 就不用每天 五天啊 人家手夜啦 人家麻烦那些 比较晚辈帮你 手夜可以打麻将 又不是我会打麻将 我到底躺在里面了 我跟你打麻将 不可能的吗 所以会有一个想法的策划 是 我会跟他一样 我会火葬 然后火葬过后 骨灰呢一半 要去山上 就傻 我会 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放在 那个 骨灰卡 对哦 因为他人已经是一半一半 他走也要一半一半 是 双子嘛都是一半一半 你看 为什么这样邪门啊 这个星座都要跟你讲 骨灰要一半一半 另一半 另一半 好好 一半一半一半 另一半是 给我的子 子孙他们可以来拜我啊 然后另一半就是我 可以飘去其他我想去的地方 在我还 就 可能我死过 我有些地方还没去的 我可以去啊 狮子座会怎么办 是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 离开过后对吗 好像你的 Funeral 其实如果你想想 一个Funeral 其实是一个Reunion 来的 好 好像 你是说你去那边跟别人Reunion 不是不是 好像你的朋友们 好像我最近我跟一个朋友 谈过话 他说 他差不多四十五十多岁了 他说 在那种年龄 你真的是没有时间见你的朋友 没有时间去 见你以前的那些同学们 但是如果有人 离开走掉 全部人就会回 就会去到那个Funeral 就一起 谈话 会有一个Reunion 而且 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有 meaning 可是这个团圆的 那个代价挺大的 就是为了 要聚一聚 要一个人死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想 把他有人死 那个代价有点很重 为什么你不可以想到说 如果你说四五十岁的话 你不可以想到说 是他们的孩子结婚 然后你们去聚一聚 也对 悲观啊 你的朋友真的很悲观 我比较有建议是 因为我知道 有些 已经去世的 可能我前辈 老一辈 是他们的 子子孙孙 有谁没有来 对可能之前他们闹翻 所以我可能 传统的形式 我是OK的 可是我是比较在意 谁会来 帮我送 送你最后一程 送你最后一程 对 你看他搬当 他不要让你讲中 他不行可能是送 送行 对送我一路 所以你在意的是谁来 对 然后谁没有来 所以现在吵架了 不管怎样你都要去 你不会懂的吗 对我是不会懂的 我是不会懂 所以你会在那边 你的灵魂那边 你有来 你有来 我送你了 他来 他来的他都会自己去比辑 谁不来我会拖梦给他 OK 所以我们现在再走深入一点点 OK 你们要躺的棺材 会不会有特别要求 会 因为我casual for big 我一定要跨一点的 真的 因为你太急 我都已经要睡很久 我跟他一样 你要跨一点的 舒服一点的 那个position 不要每次都是这样的 OK 我要这样 OK的吗 我的睡觉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比较舒服 所以这样比较舒服 但你这样我觉得很restrict的 有没有 你要那个coping很小的话 你就 OK 我觉得他的遗嘱会是18页 很强 好像建屋子这样 是 我其实在想 before走的话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before走 因为我觉得 funeral是做给人家看的 我觉得 所以我会觉得在走之前 我会organize 就是大家可能我要死之前来见个面 这样 然后走的时候棺材 我希望它是放直的 不是 因为有一点 有些人 累啊 你永远要站着 很累啊 很累啊 因为有时你们去那边 让我谁pass away 然后很难讲 你去那边 oh 永和 我以后我不需要棺材的 因为我觉得反正 我都走了 我远走了 那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 如果 如果要做的话 我要做最好的 我要有LED在里面 对啊 不同的坑 而且他棺材要播他 已经拍过的戏 有戏都要一边播 有音乐的时候 里面还要有bass 要看到我在里面震动 还会震动 这样 所以有没有想过 歌要播什么歌 I'll be back 太厉害了 怎么唱那首 那个2PM的怎么唱 I'll be back 然后我会在棺材 又有那个bass 而且他歌 他会有那个升降台 会这样升上台 对啊 这种的 搞到像演唱会这样 是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有些人是说 希望有什么歌手 在哪里帮他唱歌 唱什么歌 这些而已 他真的是更上一层楼 你是最近身体有哪里不舒服 有一点有一点 不过没事没事 大家放心 当然说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长命百岁 当然当然 大家开开心心 祝大家长命百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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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apy 不过 если 很 boo 那 就不过 我 我 你